那一夜,女孩遭受了前所未有的伤害,三个男人将她堵在角落,骂她,打她,甚至侵害她。 事后,女孩善善微微来到警局报案,警察发现她口吃,很不耐烦,于是,她拿出一座头发,换来的却是警察的推脱,单看头发无法立案。 当警察发现她身穿牛仔裤,甚至怀疑她是自愿的,女孩绝望离开,回到家,女孩又一次陷入了恐惧。 其中一位施暴者,竟然坐在自己的床上,还露出名笑,施暴者是根据女孩的身份证找到这里的,还想再来一次。 隔壁女孩闺蜜的男友,听到呼救声一动不动,情急之下,女孩拿起奖杯,朝施暴者砸去,本以为危机解除,起身离开,却被施暴者一把抓住,事已至此,施暴者不可能放走女孩。 于是,女孩又抓起玻璃片,直似施暴者的头龙,看着躺在地上苦苦挣扎不甘心的施暴者,女孩眼中没有一丝怜悯,全是罚当其罪。 女孩刚洗净全身,门铃响了,她小心翼翼地打开房间,门外是一名女警察,女警察从同事口中得知女孩的遭遇,决定伸出援助之手,但此时,屋子里有一具尸体,不方便。 女孩只好以身体不舒服为由,将女警察支走,等女警察离开,想到施暴者的所作所为,女孩拿出了证据。 深夜,女孩准备将尸块运出去,结果被无良警察撞上,警察觉得她是报假案,要她拿出五万块钱,否则就将她送进警局。 女孩不想搭理,转身就走,警察不依不饶,死死纠缠。 下一秒,女孩的手提袋掉在了地上,警察好奇是什么,弯腰查看,结果托出一只手,吓得连连后退,痴情败露,女孩拔腿就跑。 明明是被三名男子侵犯,警察却说她是自愿的,甚至觉得她是报假案,要她拿出五万元平事。 女孩转身想走,却被警察摔在地上,因为力量悬殊,女孩根本没有还手之力,但女孩捡到一块砖头,直接拍了上去。 随后,女孩又拿起警察掉落的枪,指向对方,见此情形。 警察并不相信女孩敢开枪,甚至出言嘲讽。 警察这次算错了,殊不知,女孩是位退役的射击冠军,随着一声枪声,警察身亡,杀了警察。 女孩知道自己的路走到了尽头,很想引弹刺激,但她不甘心,因为坏人还逍遥法外。 第二天,女孩辞掉工厂工作,教训了工厂凶弱的胖女人。 迷到住处,发现闺蜜被男朋友打晕,她先将闺蜜送进医院,然后来到车库,拿坏了闺蜜男友的车,渣男怒火中烧,女孩掏出手枪,还是那个姿势,了绝了渣男。 不久,她去警察局找女警察,意外看到了另外一名施暴者,她没有当场指认,而是暗中观察,得知施暴者的住址。 之后,她悄悄流进施暴者家里,二话不说,直接射击。 施暴者苦苦哀求,但此时的女孩已经心无一物,直接一枪将其送走,接连发生两起案件,死者都是没心中弹,警方判断是同一人所为。 为了尽快破案,女警察来到女孩闺蜜病房,想要问出点什么,从闺蜜口中得知,女孩之前是射击冠军,于是,女警察孤身一人,来到女孩家里寻找线索。 从日记本中,女警察得知了女孩的遭遇,她没想到,女孩竟然和自己的妹妹有着相同的经历,这种经历,带给人的伤害有多大? 女警察很清楚,她替女孩感到悲哀,突然,身后传来了动静。 别人18岁是在混社会,而她18岁已经杀了一名警察,现如今,又将一名女警察一棍子敲晕,等女警察再次醒来,连已经被绑在了椅子上,她劝女孩不要一错再错,可以利用法律手段。 殊不知,女孩早就对法律失去了信心,对女警察,女孩没有痛下杀手,因为她知道,女警察是在真心帮自己,但仅靠女警察一人,这环境无法改变,必须有人做出牺牲。 现如今,只剩一个施暴者没解决,她堵住女警的嘴,来到了施暴者所在的夜总会,一枪收起施暴者大腿。 施暴者想逃,女孩又是一枪,就在她要结束对方性命的时候,警察根据女孩手机定位赶到这里,女孩觉得自己没有机会了,举枪对准自己。 女警见状提忙制止,她想让女孩勇敢一点活下去,将自己的遭遇说出来,引起社会关注,拯救更多的人。 听到这番话,女孩被触动,放下了手中的枪,慢慢朝女警走去,这时,让人无法接受的一幕出现了。 施暴者捡起地上的手枪,击中了女孩,脸上挂满了得意。 看到女孩倒在自己面前,女警察怒了,直接举相出现施暴者,影片结尾充满讽刺,女孩被诊断为脑死亡,因为生前有捐献器官的遗愿,找到了合适的受捐者,让人没想到的是,受捐者是那个施暴者。 女警察投资这个消息后,怒了,她不允许女孩最后的善良被玷污,拔掉了女孩的呼吸机,让女孩自然死亡,这样,各个器官衰竭就无法捐献,女孩受尽黑暗折磨,在死前,终于感受到了一丝光明。 这份光明来自女警,如果时间多一点点善意,我想会有更多人改变,更多人过上正常的生活。